詞曲 李明天 曲 李永 gard 會做麼就 全台灣只剩我 我跟我爸會 像我爸講的 天氣變化以你要拿捏得準 拿捏得準你搏墨才會不會費利 每天好像在跟松葉墨 在鬥法一樣 今天天氣怎麼樣 我要怎麼去搏 聽到了 詞曲 李宗盛 很多華僑來 英國 法國 葡萄牙 阿我們香港 包括大陸各個省都有 像大友我爸爸喔 他會出名 他會讓大家這麼愛載他所得莫 就是因為他把歷史 松葉莫的歷史配方 冰片那個研究出來 香味研究出來 然後你莫香才寫得下去 你心才靜得下來 其實自莫整個工序 我們現在要了解莫的原料 他是用牛皮膠跟松菸調配起來 牛皮膠就是牛的皮去提煉的膠質 松菸就是松樹燒起來的菸 有的人會以為是它的炭 不是是菸 從歷史來看啊 整個做莫都是手工啦 像自莫的地方啊 就台灣 大陸 韓國 日本 其實我爸的師傅也是大陸福建福州人 福州人教的 其實文化還是存於大陸 因為我爸是做學生莫起家 就是我們去書局 書店 買那種五塊 十塊的 因為大陸後來兩岸三通 大陸的莫進來 價位就比較低 所以我爸就改做松菸莫 做好的莫沒有跟他競爭 他以前的師傅啊 有跟他講過松菸莫要 就是松菸 牛皮膠 冰片 他歷史的記載是這樣子 我爸去把它研究出來 他去買冰片 買了好多種去加 哪一種才適合啊 我們現在開始要做就是 敲 敲的時候就是把空氣敲掉 讓它密度更密 不然莫條你做出來 銀杆的過程它會裂掉 那撬好之後我們現在要來揉的部分 每個職業都有職業的傷害 莫很奇怪 遇到空氣它就會慢慢變硬 你在揉的時候你要有一定的時間 比如說我30秒以內要完成揉好 趕快入模 我一天啊 一個人只能做50條 要保持熟啊不能受傷 這個要很費勁啊 就這幾個步驟啊 將近要一個月 天氣老天不做美的話 下雨天就可能要拖長10天啊 墨汁有沒有 這個就看得清楚 這個有點像刺青的感覺 因為如果說你手有破洞 墨跑進去 它就會變成這樣 就像刺青的感覺 永遠就這樣子 我從小學之後啊 才知道說 我家是做墨的 那剛開始就覺得很討厭 為什麼我家怎麼都是黑 怎麼這麼黑 也不好意思帶同學來 剛開始學是我中學的時候 中學畢業啊 18歲 我爸爸跟我講說 你先學起來 以後你要不要接 你再自己做決定 這是我們的文 傳統文化 要繼續有沒有 繼續有人接下去 我是從三年前開始接班 很倉促的接手 把脊椎摔斷掉 沒辦法啊 我只有冒著頭皮上 硬上啊 我接的時候啊 壓力很大 怕砸了砸了我爸 這塊大油的招牌 所以都很小心翼翼啊 老闆 怎樣 老闆在哪裡 你好 你好 我最喜歡你了 我的墨只有他有 現在 現在只有他有啦 對啊 你的生意的墨生意太好了 生意太好了 生意太好了 趕快趕一些來 趕快趕一些來 不然會被你罵死 用功一點 用功一點 有有論文 要打兵 打兵齁 很多人來講說 你真的學到你爸能傳 你對這個文化 真的很棒 會稱讚我 我就很開心啊 沒有讓我爸丟臉 要繼續傳承下去 這個文化千萬不能斷啊 這是我們中華文化啊 字幕對於我來說是一個責任 也是一個當當 和堅持 我還是秉持著這個信念